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要为这个香港立法会 这些人冲进立法会进行辩护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正义 而不是着眼于为财无辞既有的这种这种秩序 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强调这些人手法的同时呢 忽视了这种秩序 忽视了这种正义的这种需要 那么从技术上来说呢 他为什么要搞公民这个不服从运动呢 这里头就有一个叫故意对抗战术 这个整个的这个公民不服从运动呢 他实际上都是用的故意对抗战术 但是这个故意对抗战术的总结呢 实际上是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中 他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 就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一种理论 他的这个1963年4月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在 阿拉巴马的伯明汉发起了一场抵制 总组隔离和经济不公正的抗运动 这次运动呢 虽然是非暴力 但却不服使用了 有牧师 怀亚特沃克发明的故意对抗战术 叫故意对抗战术 博明汉的黑人们 以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一起组织 在公共场所游行和示威 公然对抗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法律 博明汉的这次运动 经起初打算引起黑人大规模被逮捕 然后制造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形 迫使政府打开协商大门 这里看出来我用对抗的方式 破坏法律的方式 然后迫使你来跟我谈判 跟我来协商 然后最终实现我 种族平等的这种愿望 因此呢 这个在公民不服从运动中 引入这个故意对抗战术 这样呢可能在某个意义上 能够更加快捷的实现 你追求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目标 实现你的正义要求 那么当时的这个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 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战略家呢 开始号召儿童和年轻人加入运动大军 以流转运动进程 当时呢 这个新闻周康将这一策略 称为儿童童子军战略 就是他为了这种加大这种对抗 他甚至把这个他号召这个儿童和年轻人都参加去 那么很多人会抨击这种做法 抨击这种做法 因为这个让儿童去参加这种运动 容易让儿童成为牺牲品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残暴的政权的话呢 吹了瓦斯不带荡 打过来的时候呢 儿童就成了受害者 所以这种策略呢 容易遭致批评 但是在这些人看来呢 他们 他们会想通过这个方式 引起更大的一个注意 加大他的博弈的筹码 所以说这个占领香港这个立法会呢 实际上他们用的是一种故意对抗战术 他们要冲进去 他们游行了一个月 他们有100万人上街了 200万人上街了 然后他们提出5点要求 没有人答应 答应了一半 然后林郑月娥消失了 然后这个他们想跟这个引起当局的注意 然后警察不搭理他们 然后这些人就不断地去制造这个一部分的事件 我现在不去谈占领立法会中介的这种阴谋论的问题 因为这个阴谋论的问题被很多人提出来了 为什么你这个时间发生在 占领立法会的时间发生到晚上9点 你5点钟就录好了节目 那么把你说的高明一点的话呢 你预测到了他们必定冲进立法会 你有本事好吧 如果说的阴险一点的话呢 你们再穿多一些人带领人冲到立法会去 然后你们在那设局把警察撤走 最后你们通过这样立法会的这样一个事件来主导舆论 最后把这个整个的反战众运动变成一个你们声讨形式犯罪分子的这样一场运动 然后打击这个香港人这个整个运动的道义形象 打击他们追求正义目标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行动 你可能是这样想 那么我们那个乔木先生在这个 我记得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之中呢 就对这种这个提前五个小时 提前四个小时就录播节目说 实际是当局做的预案 他进行他说任何运动都领导 当局政府都要做预案的 没有这样做预案 那么还有很多人怀疑1989年 广场上那些被烧死的一些人 根本不是老百姓烧的 是有人把它烧了 挂上挂在那去 然后把老百姓弄成暴徒之类的 这些东西呢 就政府在这里的玩阴谋的话呢 不是我们当下关注的话题 但是如果政府确确实是玩了阴谋 这个阴谋论有一天会被历史说揭开的 但我们现在只是从历史来说 公开的事实来说 就这些人确实冲进了立法会 这个冲进立法会呢 这些人呢 你看看他们进去 拿了这个雪碧 拿了可乐 人家在那留钱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 那些立法会主席呢 他们喜欢的 他们没有意见的留在那儿 一点不去涂牙他 只是对那些跟北京过分亲热的人 他们多了进行涂牙 然后呢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几个字 涂掉 香港特别行政区留下来 这个也许是一些台独 这个港独的这个 人士的这个杰作 另外呢 在这个桌子上铺了这个英国的英国的国旗 这种 这个冲击立法会的这个行动啊 在 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 宪法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研究里 他叫一种很多时候 他是一种象征性的 行动 啊 象征性的行动 他通过一种行动 来表达他的一种 意图 他一方面有冲击立法会 这样一层意思 就是面试你这个法律 这样一个意图 同时他要通过这个行动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 作为一种言论的表达 很清楚他们在表达一种言论 尤其从他们这个对这些 立法会 这个主席的这种这种这种图案来看的 明显的是想表达他们的言论 图这个徽章 挂这个旗子 他们想引起注意 然后呢 让北京和香港当局 证实他们的问题 你不能够对一百万人善解不达理 还反手去定他们是暴动 你不能够对警察这个 浪用暴力 你不达理 你如果真是 捍卫法治 你就应该首先对在612 这个事件中对 市民和平 示威 浪用暴力的人 进行制裁 谁下的令 谁执行的 这才叫公平的维护香港的法治 你不能说 你只针对这个冲击立法会的人行那个那个那个 维护法治 你对浪用暴力的警察你为什么不不不不不实行法治 所以说人们觉得 你这种维护法治是有目的的 是有后面是动机不纯的 那么你这种法律法治的公正性就打折扣了 问题在这 那么为什么要 我认为这个香港的这个 公民不服从运动呢 要类似于美国民权运动那样的 他是对秩序的挑战而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正义 那这是我下面要谈的问题 当这个 香港人 200万人要上街的时候 都上街 去挑战你的一项政策的时候 当香港 经年不息的人们就用上街的方式去表达政治意愿 而不然达到目的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个香港出了问题吗 你不觉得香港患了癌症吗 你在这个时候 你 你只是在 从你维护既有治税的 这个 前提之下去谴责这些冲进立法会的人 你不觉得你的有点短视吗 还有一边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你没看到吗 问题在这 那么 曾玉成在这个谈到要对这个 612的 这个被逮捕的这些那个进行特赦的时候呢 他谈到一个问题 他说事情的出现 或与更深层次矛盾有关 那么若赦免年轻人行责呢 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一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做决定 那么他因为跟北京关系很 很好吗 他没有说明这个深层的 矛盾是啥 那么我这个节目我要说 深层的矛盾是啥 我要说明两点 两点最深层的矛盾 是什么 第一个 最深层的矛盾就是中英联合声明有效无效的问题 这个 中国的有一些学者出来 跟中国政府一唱一和说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效 那么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中英联合声明应该有效 我只是从你的文字里头 去读 我就觉得他有效 为什么我说他有效呢 84年12月19号 这是中英联合声明 啊 签署的时间 对不对啊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 序言 里面有这么一条 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已有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 予以阐明 那什么意思呢 中英联合声明 规定了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的方针和政策 你怎么说他无效呢 你说他无效 你就是这个国家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可以不用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他无效了 因为我不认了 如果你认这个香港的这个啊 如果你认这个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那么你就不能否认中英联合声明的 的效率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里头明确写的呀 只有一个情况你可以不认中英联合声明 就是说我要全门推翻对香港的基本的方针政策 那你可以不认 因为这里头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是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那么我现在我 我全部不认了我要 你声明当然没有效果 只有这么解释他才没有效果 只要有香港人的基本法 存在 那么中英联合声明 就有效 就这么简单 你把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你把这两个东西绑定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解释 联合声明 我认为他至少在50年以内 50年以内有效 那么算算吧 84年签署到现在多少年了 不到50年吧 为什么他至少在50年以内有效呢 看看这个文字啊 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第12条 当然有效的根据 你明确的说50年以内 50年以内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不许变吗 那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至少50年以内有效 现在 才多少年啊 你就不让了 这种对国际公约的这种态度啊 就像中国对WTO的态度一样 签了就不认这个习惯不好 啊 这个太不好 对你有用的你就认 对你不利的你就不认啊 外交部多少次发言 说中英联合声明无效了 是个历史性的文件 你自己签的文字在这清清楚楚啊 你甭去说什么别的 中国的一些法学家还出来为他去解释 你怎么解释 你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 黑的说成白的 事情就是黑白之分了 现在是 所以说这个英国人生气了 英国人生气 为什么早不生气晚不生气呀 他难道不知道中国人 糟蹋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到了一种地步 让英国人无地 这什么 那英国人已经这个 我都不知道那成语叫什么这个这个在美国待了几十年现在这个成语经常说错 中国的朋友常常批评说你说成语 成语又说错了啊 无地自荣对了英国人无地自荣 为什么现在英国人定起来了说英国的英国的外相 说你如果啊你要否定中英联合的声明你要考虑到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英国人的这种强硬 如果没有香港人这样一种 抗争啊 一百万的两百万的以及加上冲击立法会的这些行动的话 英国人绝对不会那么硬 他们早就扬尾了 这就是故意对抗战术的好处 带来的收益 这正是这些人啊 宁愿 冲击法律 进监狱 换来的代价 现在现在英国人已经威胁到要我昨天看到的新闻 把这个 驱逐中国这个外交官的这个选项都在里头考虑 多少年来啊 因这个香港人希望英国人站出来说话呀 换不换不醒他们了 但是这一次 香港人终于唤醒了 这种唤醒 就是这个香港人占领立法会的功劳 在某个以上 是两百万人上街的功劳 是一百万人上街的功劳 是原来所有人不断的上街 不断的会议的功劳 那么最后通过这些 占领立法会的这些人把事情的聚焦 放大 最后形成一个引爆点 那么不仅 这个 英国人站出来了 这些方面 那么这一次终于 说话 为什么这么说话 川普变了吗 不是 香港人 让他说 他必须说 这也是他们的收获 这也是故意对抗战术的收获 这也是故意对抗战术的收获 客人 这也是故意对抗战术的--"